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做了我的各种性格测试告诉我 碰巧你的名字又都是方向 所以你很适合去做管理顾问 帮助企业去在这个迷雾当中一起寻找方向 我说OK 所以从那之后我从毕业到现在一直都是做管理顾问 然后我从2010年开始呢 加入了利品考的相关办公室 主要负责我们公司的大中华区的一些主要的客户 跟这个相关的专案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今天会跟大家简单地介绍一下我们公司的情况 大概花两三分钟的时间 然后接下来我会聚焦在这个新时代的品牌的这个角色 跟这个影响力 以及一些最新的品牌发展 我们看到的一些趋势 尤其是跟永续相关的这样的话题 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我们怎么去改变未来的品牌的这种服务的这种方式 最后呢 我会花大概五到十分钟的时间 给大家分享一个 我们做的一个最近也是我个人参与了比较多的 这样子的一个专案 就是帮助Nokia进行了全球的品牌的升级跟发布 这个是在今年的二月份刚刚发布的 并且这个案子当中有很多有趣的地方 就是它从策略开始就植入了这个ESG跟永续的概念 所以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分享 好 一开始我们介绍一下 就是Lipping Call 我们是一间管理顾问公司 我们专注的事情呢 是我们给我们自己的定位 我们是一间创意的咨询机构 但我们专注的两件事情 一件是品牌 一件是创新 这是我们为提供的相关的服务 同时呢 我们是一间美国公司 我们总部在美国纽约 我们香港办事处呢 主要负责亚太区的所有的业务 然后我们这边跟其他的可能的 不同的这种品牌和相关的管理顾问公司 不太一样的一点是 我们隶属于一间这种专列咨询公司 所以我们的这边团队的 整个的做事的思维呢 会更加倾向于把策略和设计进行结合 而不是单纯的过于注重策略 或者过于注重设计 我们是达到一个完美的平衡 我们觉得平衡起来 才可以让这个整体的效果 达到最好的效果 同时呢 我们在B2B和B2C行业 这个领域当中的客户呢 大概是一半一半 所以这也是一个蛮巧的这样的一件事情 并不是一个只针对消费品牌 进行服务的这样子的一间管理公司公司 然后同时呢 我们香港办事处正式成立呢 实际上是在2005年的时间 但在那之前 我们从97年开始 就已经开始在亚太区服务 韩国的很多的大的客户 包括三星等等 然后同时呢 我们香港办事处里边 跟我们的母公司一起 进行一个整合的这样子的一个团队的 这样子的一个提供服务 如果我们需要一些策略的支持 我们有专门的策略的顾问 可以加入我们的团队 同时我们团队这边呢 大概一半的人像我一样 是做战略咨询出身 另外一半的人呢 是做设计师啊 体验设计啊 视觉设计等等等等 同时呢 在过去的这些年 我们帮助很多亚洲品牌 进行了大量的品牌 国际化的这样子的一些努力 这里面列出来的一些 比如说台湾的这个杰安特 这也是我们从五年之前 跟通过这样子的品牌的 这样子的这个案子 进行的这样子的一个结缘 然后到现在 我们服务了过去的五年的时间 也开始了后续的 很多的不同的新的案子 然后同时呢 今年我们也开始了 一个新的这样子的客户 我们目前也正在进行当中 然后同时呢 我们比如帮这个大陆的 OPPO和银联 做了很多海外的 这样子的一些品牌的拓展的 这样子的项目 然后帮这个著名的 凉茶品牌王老吉 设计了它的海外的品牌策略 跟海外的这样一个全新品牌 这个品牌也是在上个月 刚刚这个全球发布的 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 这个凉茶是怎么走出海外的 这样子的一个传统的 这样一个品类 所以呢现在刚才提到 我们认为品牌这件事情 如果要做好 刚才跟院长提到的 有很大的这样子的一致性 就是品牌这件事情 不仅仅简单的是一个样貌 不仅仅简单的是一个设计 我们觉得我们需要 拥有管理顾问 这样子的一些逻辑思维 跟战略性的思考 和商业敏感性 同时呢我们需要有 设计团队的 这样子的一些天马行公的想法 跟这种很强的设计能力 我们需要把两者结合起来 这样子的设计才能有根基 然后我们设计的策略 才能通过视觉去进行实现 所以我们觉得两者结合起来 才能让品牌的力能发到最大 同时我们是一间 我们的母公司上市公司 是在美国上市的 是叫Mush McClendon 同时我们有很多姐妹公司 有很多企业可能没有听说过我们 但是我们的姐妹公司 Merther 美式 我相信在座的可能很多的企业 都是我们美式的客户 它是全球最大的人力资源咨询公司等等 然后同时刚才有提到 反复提到就是我们要创造价值 所以我们做的事情就是 我们希望帮助品牌进行成长 但为了让品牌成长 我们首先做到的事情 是让品牌能够为消费者创造价值 反过来品牌才能实现成长 所以我们最终致力 我们是能够打造这种 具有品牌影响力的 这样子的客户的专案交付 我们希望最终帮助客户 能够实现真正的影响力 而不仅仅是实现一个简单的专案 新时代下端有很多 发生了很多很多不同的变化 我们看到品牌的角色跟影响力 发生了哪些变化 以下这一页实际上 是在五年前我进行分享的时候 有跟大家分享过 也就是虽然这个星巴克是我的客户 这个很抱歉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对于咖啡这一个很简单的产品来讲 其实它没有太多的 创新和产品的核心差异 但是一杯普通的咖啡可能只有25块 但是星巴克一杯 每是大概110到120块在台北 差了几倍的价格 但真的真的口味 跟它的产品本身好很多吗 其实并没有 我们做过盲测 星巴克的咖啡 仅仅能够排到咖啡口味当中的 中等偏下的水平 而真正最好喝的咖啡 大家可能不一定知道 真正最好喝的咖啡 我建议大家以后可以多去尝试 是卖咖啡 价格是星巴克的一半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台北的卖咖啡现在只要48块一杯 所以这个是产生巨大的差异 但仍然有人前后继地 愿意去为星巴克买单 为我们的客户买单 为什么呢 这个其实就是品牌的 它创造出来的价值 所以具体来说 品牌它可以创造价值 可以分为很多不同的维度 它可以创造需求 你本身没有的需求 我可以帮你创造出来 引导你去消费 然后我可以增加产品溢价的机会 这是个很直接的结果 然后可以为开发新产品 介绍新的这样子的服务 提供很好的一个平台 让大家更相信 更愿意去尝试跟使用 同时很重要的一点 可以增强客户的这种粘性重生度 最后对于内部来讲 它可以达成共识 可以吸引优秀人才 然后最终以上这些结合在一起 就创造了实际的价值 这些看起来很简单的 这样子的一些讲法 但实际每一件事情 都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具体来说 品牌在不同的阶段表现 又会不太一样 过去那五年 整个品牌行业 和各个不同的 大家所出带的行业 都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所以我们发现 品牌其实在一个行业的 发展初期 大家都在拼命地创新产品 拼命地创新服务的时候 一个新的产品的功能 和一个新的这种特殊的服务 就可以让你的品牌 提高很高的水平 所以这种理性因素 产品服务的这样子的一些创新 可以为整个的品牌跟企业 带来很大的成长 但是一旦这个行业 进入到了一个比较充分竞争 比较成熟的这种环境下 仅仅通过产品创新 服务创新 能做的事情就相对比较有限 它的编辑收益是递减的 这个时候品牌 所能提供的这种感性因素 就起到了很主导的作用 大家会发现 一旦一个行业 进入到充分竞争了之后 那些真正赚钱的企业 通常都是品牌做的 非常成功的企业 不一定是它的产品 它的服务有多强的 这样子一个过于强的差异性 所以这是一个 我们看到的这样子的一个趋势 所以品牌的作用对我们来说 我们认为品牌 不仅仅是讲一个故事 它不是一个logo 不是一个视觉 不是一个简单的样貌 它需要做的事情 是让品牌在不同领域 都能够引领企业 突出自己的这样子独特之处 所以品牌的策略 尤其是品牌定位的部分 它应该是一个内部的共识 这个共识能够引领企业 进行以下各个方面的发展 我这只举出几个例子 比如说新的这种 数位生态体系的构建 比如说提供新的服务 新的主张 比如提供新的体验 新的机会点 以及甚至是产品的 这样子的改变 产品线的重新调整 以上这些都可以通过品牌去引领 而不仅仅是通过 研发产品设计去驱动 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看到 品牌的影响力 在发生这样子的一些变化 我们的很多成熟的客户 跟国际品牌 都开始用品牌 去引领它产品的 整个产品的产品架构 品牌架构和整体的这种再造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认为新时代的这种品牌策略 尤其是品牌定位的这样子的设计 应该旨在提供的是指引 而不仅仅描述性的说明 具体什么意思呢 我们提供的指引的意思是 我们认为一个新的品牌 设计在这个阶段 它应该能够说明 我们品牌到底代表了什么东西 以及我们企业应该做哪几件事情 去实现这样代表的东西 所以这个是品牌 我们要提供一个指引性的 这样子一个服务 而不再仅仅的是描述说 我们的品牌应该长什么样子 我们应该是友善的 我们应该是绿色的 不再简简的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描述 它应该能起到引领 告诉企业未来如何发展的 这样子的一个目的 所以最终的品牌的这些投入 投资和产生的这种影响力 其实可以带来很显术的回报 刚才我有跟朋友在聊天说 这个品牌到底回报应该如何去评估 但从长期来说 我们会把品牌更多地看作是一种投资 它会缓慢地提供相应的回报 但一定会达到某一个点上 投资会产生明显的这样子的收益 但总体来说有三件事情 如果我们的品牌能跟我们的生活 跟我们的客户的生活产生息相关的话 我们很容易产生更多的推荐度 用户会更愿意推荐我们的产品品牌 去给他们的朋友 然后另外如果一个品牌 改变我对产品跟服务的期待 比如刚才院长提到的 特斯拉这样子的品牌 那它更容易产生更高的溢价 这些事实现象也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同时第三件事情 也是现在近期的趋势 就是如果我的品牌能够帮助我 把世界变得更好 那我会跟它产生更容易产生更好 更高质量的互动 但这里我专门提到的 这里不是说企业可以把世界变得更好 而是企业可以帮助我 把世界变得更美好 这些事情我会不会一会儿详细介绍 好 那以上是我们看到的一些 这样子的一个新时代下品牌的 这样发展的影响力 跟作用的这样一个转变 那我们看到的一些 最新的发展趋势是什么样子呢 环境问题跟永续发展 是今天我们整个分享的一个核心的主题 但我们也看到 在过去的这些年里边 其实每过大概十年左右的时间 整个的企业发展跟市场上 就发生一些新的话题跟新的主题出来 比如在八九十年代的时候 一开始全面质量管理 是一个很主流的话题 之后的十年开始业务流程再造 然后之后的价值管理 然后过去的十几年 二十年是数位化转型 大家现在基本都基本做得差不多 然后最未来的这十年 我们坚信的一点 就是未来的十年的二十年的时间 永续发展环境问题 一定是引领整个企业 发生变革的这样一个核心的驱动力 会继之前的数位化之后 成为一个主要的话题 所以我们在过去也积极跟很多这种 对创造美好世界 美好未来的这样子的企业跟品牌 和永续发展 这种话题感兴趣的企业 进行了很多很多的合作 这里包括了一些我们的主要的客户 比如沃尔玛 这个宜家 然后Shifron等等 我们都帮他们做了很多 这种永续发展相关的品牌的 这样子的话题 包括今天我们做的 一会儿给大家分享的 诺基亚的这样子的一个项目 好 那我们看到现实的情况 永续发展环境问题 是所有现在每一个个人 变得非常非常关注的一件事情 这个调研是我们全球每年进行的 这个我们的目标用户 和我们的品牌的这样一个调研的结果 这个是2022年的结果 今年的结果马上就要出来 我相信这个数字会变得 比过去更加的夸张 也就是我们有超过60%的人 个人 他是真正很担心 这样子的一个气候标号问题的 这里面有38%人 达到了这种惶恐的程度 然后25%的人产生了非常大的焦虑 而真正认为 这个环境问题永续发展 是一个很无所谓的事情的人 寥寥无几 这个数字在今年会继续成长 主要因为一些战争的原因 地缘政治的原因 然后灾难的原因等等的 发生很多很多的事情 所以加剧了这样子的焦虑感 而现在我们同时的调研当中的数据 会发现 其实已经证实了 人们 个人消费者 他们会更偏好于 这种具有ESG领导力的 这样子的一个企业 所以这里提的不仅仅是 做了ESG 做了永续发展 而是ESG领导力的企业 就是像特斯拉这样子的企业 或其他这样子的企业 我们在做的数据研究当中 发现有61%的相关性 是关于用户认为 这个品牌在ESG方面 在永续发展方面 提供了很强的领导力 和他说我爱这个品牌 所以有六成的这样子的相关性 这是一个很高的 这样子的一个数字 但是呢 这另外一个方面 很现实的一点讲 就是有大批的企业跟品牌 在ESG方面 在永续发展方面 其实并没有真正说服客户 其实甚至产生了一些信用危机 所以我们的调查数字 发现了之后 10%的人不到 真正相信企业 做出的这些永续的承诺 所以这是个非常非常大的落差 用户个人很焦虑 大家很担心 但是企业说的东西他就不信 所以产生了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了 很多的企业 包括我们的客户 我们的前代和我们在聊的时候 都进入了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悲观的恶性循环 这个恶性循环 源起在于 企业是无法相信 无法被说服 尤其是企业的管理层 无法被说服 在气候问题上的投入 是能够产生直接的投资回报的 因为像刚刚院长提到的 他们直接应对的是投资人 是股东 所以他更看见 钱的这个投资回报 所以这个结果导致呢 企业在转型期 也就是这个变革的 ESG的变革期呢 投入是不足的 那投入不足呢 导致消费者对企业就失去了信心 那我失去信心 就会转化到行为上 所以消费者的行为呢 不响应企业所倡导的 这些ESG和整个的永续行为 然后导致消费者最终 与企业在气候问题上 没有办法产生共鸣 大家脱节 然后进一步导致了 企业对于投资这件事情的 这个疑问 所以最终的这几件事情 投资不足 然后行动迟缓 然后不成体系的这种 渐进式的应付事情的 这样的一个转变 导致了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恶性循环 所以我们需要在 ESG这个话题上 要打开这个恶性循环的话呢 我们作为企业 需要去了解用户 消费者对气候变化 做出的反应上的 几个思维的核心的落差 这也是过去我们几年 总结出来的 三个核心的落差 第一件事情 是关于我的落差 像我刚才提到的 很多人认为 企业只要把永续做好了 就可以了 但是我们在个人 跟他做的调研当中发现 个人认为 尽管客观上 其实企业对永续 对环境产生的影响更大 但是个人会认为 我自己如果能把 自己做好 能够对产生产生影响的话 反而是更重要的 所以个人不仅仅希望说 企业把企业的事情做好 他需要企业跟品牌 尤其是我使用的品牌 帮助我去实现永续发展 让我成为永续当中的一员 这是一个很大的 这样子的一个差别 有将近一半的人会这么想 然后另外呢 关于当下的一个落差 像刚才我提到的 很多人对于当下的 整个的市场环境 包括战争产生的影响 灾难 然后疾病等等 所以大家对永续方面 有非常焦急的 这样子的一个迫切要求 但是企业相对来说 给出的承诺是比较迟缓的 所以这两个当中 又有一个很大的落差 大概有三分之一的人 表示非常不信任 他所看到的企业 所做出这样子的承诺 然后最后一个 是更有意思的一个落差 这是个很现实的落差 这个就是怎么说的 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看到的情况是呢 有三分之二的人表示 个人消费者表示 我愿意花钱 去贡献这样子 对环境的承诺 所以大家现在 买机票 住酒店的时候 都有一个选项 我可以额外再付 两美元三美元 或者是几十块钱 我可以offset我的这个碳 但真正愿意付钱 真正实际付钱的人 百分之三 百分之七十的人 说我愿意付钱 百分之三的人实际付钱 所以这有一个巨大落差 这对企业 对于品牌来讲的 意义在于什么呢 我们很难直接地 把永续的这样子的成本 直接转嫁给用户 我们只是期望他 我们讲好了故事上 他就额外出钱 去做这个工作 是不太现实的 我们需要转变思维 用另外的方式 去帮助他 让他自己觉得 他在为永续提供 相应的这样子的贡献 跟实际的发展 所以这是三个核心的 这个思维落差 所以基于这样子的落差 我们看到现在 如果谈永续发展这件事情 跟现在这个阶段 跟五年 十年以前 刚开始谈永续发展 那个阶段 产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 在之前 永续发展更多意味着 环境保护 保护环境 我只要不污染环境 我达到永续的持久 我就达标了 然后对气候应用负责 就刚才提到的 要减少环境污染 然后改造我的生产流程 然后第三个方面 专注于完成和应付 这种气候变化的 任务跟要求 不同的地方 不同环境 有不同的监管 这样子的要求 我需要完成它的指标 然后提供足够的 环保选项 就好比买机票 三美元 你付钱 我帮你实现 这个永续的 这样子的一个承诺 但未来的永续 从这个阶段开始 我们看到 永续未来发展 这些已经远远不够了 这些就是产生 信任危机的 基本的原因 因为大家都在这么做 所以未来呢 永续发展意味着 我们稀微 产生实际的变革 这个变革不仅仅 是企业自身的 甚至是带领 整个行业 产生相应的变革 然后对气候问题的负责 意味着引领 气候行动的 这样子的一个变革 你需要在行业当中 走在前面 去引领这样子的一个变化 第三个方面呢 专注于推动系统性的 这种气候行动的变革 也就是要推动 一系列的这样子的举措 让整个行业 跟大家一起 让用户参与进来 提供这样子的一些工作 然后最后呢 我们要设定企业 自己的绿色主张 这些主张呢 能够引领企业 未来的发展方向 而不仅仅简单的是 讲一个故事对外 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样子一个 明显的发展趋势 所以为了做到 这样子的一个 ESG的这样子一个承诺 我们认为 现在有效的三件事情 需要进行入手 我后面有三个例子 具体这三件事情 代表什么 第一件事情呢 我们需要深入理解 用户的动机是什么 因为永续 ESG这件事情 哪怕是在座的各位 我相信每个人的看法 是不同的 我们在个人消费者当中 看到的结果 是更加的天差地别 所以我们要首先 深入理解每一个用户 他的动机到底是什么 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我们需要 用户参与进来 我们需要消费者分享 我们作为企业 我们的动机到底是什么 我们为什么要提供 这样子的 这个永续的 这样子的一个故事也好 或者是动机也好 我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我的思维是什么 第三件事情 就是激发他们的兴趣 要提供一些 我们叫做 这个指引的东西 这些指引的东西呢 在对外可以 去让用户知道 说我可以期待 这间企业会做哪些事情 就像苹果 像Apple每天做的事情 每场发布会 它都提供一个指引 说未来我如何去降低包装 我如何去降低 这个材料的重用率 提高材料的重用率等等 然后另外呢 这个指引也是对内企业 提供相应的 未来的发展的改革的 这样子的一个动机 和这样子的一个方向 所以做好了这三件事情 我们的ESG的这样子的话题 和ESG的这个举措 就可以相对更有效一些 所以对于这三件事情 我分别举几个例子 首先第一件事情 就是消费者的动机 可以看到ESG呢 现在的这样子的 一个理念当中 每个人的想法不同 我们有两个 比较极端的 这样子的一个族群 可以看到 我们把它暂且定义为 人道主义者 那人道主义者认为呢 他们觉得 ESG是一个机会 是一个创造新时代的机会 因为他觉得 过去一切都不平等 我未来需要通过 这样子的ESG的动机 跟永续的发展 重视平等 改变整个的 这个企业运作的方式 跟社会运作的方式 所以这个是人道主义者 但另外一个极端的人 相对他们更传统一些 我们也管他叫传统主义者 这部分的族群 他们重视的是延续性 他们希望过去已有东西 他们的父辈母辈已有东西 能够延续给 他们的孩子 给兼许下一代 他们并不需要巨大的变革 我不需要颠覆过去 但我需要保留以前 同时呢 他们将永续呢 视为一种保护 而不是一种变革或者机会 所以他们希望保留 这种美好的事物 我相信在座各位 这两个族群 肯定都是有的 所以对于企业来讲 我们需要去了解 我们的核心受众 合并目标客户群 他们是什么样子的思维 他们动机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才能有针对性地去设计 后面这样子的 第二个部分 就是分享你的动机 宜家是我们的 很长期的这样子的客户 宜家的品牌的核心的使命 用一句话总结的话呢 是为大多数人 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那既然是为大多数人 那意味着 它东西不能很贵 应该是可及的 并且它的设计 不能太过于特殊 需要让大家 大部分人能够接受 所以它在进行 永续的这样子的 一个主题的设计的时候呢 它就围绕 基于它的这个使命 让更多人能够使用上 我的这样子的好的产品 所以呢 我们为宜家设计的 可持续发展的 这样的目标呢 是推动宜家 不断地挑战 永续就意味着 更贵的这个理念 因为这个现在 基本上市场上的概念 你更贵 你额外花钱 offside 你自己的 所谓的碳排量 那你就花更多的钱 那宜家所做的事情 就是它设计出来 更多的产品 让大家认为 这个是一个 更永续的产品 但是价格并没有更贵 所以这是它 一直打造的理念 这和它让大多数人 创造更小生活的观念 和这个核心使命 是高度一致的 第三个方面呢 就是激发兴趣 这个激发兴趣呢 就是要明确地指引 设计出来 告诉对外 我到底你可以 从我这里期待 哪些东西 我可以是三个 不同的东西 你可以在未来的 三年 五年 十年 进行期待 对内这个明确的指引 可以指引我们的企业 内部进行具体的工作 是内部企业的 这样子的变革 我们另外一个例子 比如说Nucor 这是一间钢铁公司 所以钢铁一直被当作 是一间高污染的 对这个永续 是反面的 这样子的一个例子 所以我们为这个Nucor 设计了它旗下的 第一个碳中和的 钢铁产品 所以这个产品一旦 就是从一开始推出 就获得了非常大的 这样子一个反响 因为是大家没有想到的 并且提供了非常明确的 未来的一年 三年 五年的 这样子的一个 碳中和钢铁的生产计划 所以很快就成为了 这个通骑车 成为它的启动客户 然后现在获得了 非常大的这样子一个成功 我们也为它起了 一个很好听的名字 叫Econic 这样子的一个名字 结合了很多的 这样的寓意在里面 所以这就是这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呢 我们需要 深入了解用户的动机 了解它为什么 想去做永续 为什么对这事情感兴趣 第二件事情 要分享出你的动机 告诉用户 你的这个动机的目的 和逻辑在哪里 我不是凭空说出来的 一个想法 第三件事情 就是设定出来 一些明确的指引 让用户看得到 让我们企业自己看得到 所以最终才能形成 一个好的这样子的 ESG的项目 跟企业的载道跟改革 所以我们觉得 与其在这个阶段 追随其他人 我们觉得现在 其实是领导 这个变革的更好的时机 因为现在很多的企业 在做这样子的 ESG的工作 但并没有系统性地 把它做起来 所以我们觉得 有几件事情 是可以立刻开始 着手考虑的 包括在座各位的企业 第一件事情 就是更新你的品牌策略 你的品牌策略中心 应该可以考虑 去融入一些 永续的概念在里面 一会儿会介绍 是怎么融入永续的 我们Nokia的一个项目 就是很典型的 融入永续概念的 品牌策略的 这样的一个定位 第二件事情 是定义属于 自己的环境 跟永续的故事 这件事情很重要 就是每间企业 自己所做的行业不同 那我们自己的 永续的故事 我们的环境的故事 也会不同 所以要明确地 把这个故事讲出来 第三件事情 就是拓展 你在驱动变革当中 的一个角色 如果行业当中 已经有其他人在做了 我的角色应该 如何去改变 我们如何去引领 这样子的一个变革 最后呢 就是通关刚刚我提到的 明确地指引 来引领企业 未来的这样子的 一个发展方向 这件事情不再仅仅是 讲给我们的客户的 讲给消费者的 更多的是 讲给我们自己的 是内部的共识 引领我们未来发展的 这样子的一个方向 所以这个是 我们觉得 立刻可以开始 考虑着手做的一些尝试 和可以做的一些事情 对于我们来说呢 我们会提供 整套的这样子的 一个相应的服务 比如说从品牌策略 创新设计体验 到品牌激活 我们都会提供 相应的永续的 这样子的话题 跟一个完整的解决方案 同时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刚才提到 我们是一家美国上市公司 我们母公司旗下 其实有大量的资源 和这个姐妹公司 可以应对这个相应的 不同话题的 这些永续的资源 比如说碳的计算 比如说这些财务 人力资源 组织架构方面的 这样一个调整 所以我们很多的 这样子的一个 永续的相应的案子 也是跟我们的姐妹公司 一起来整合来做的 所以我们姐妹公司 包括 Oliver Wyman Nera Mercy & Marsh 等等的这样子 一系列的公司 各自有各自的 不同的擅长的领域 IDA proudly marks a transformative decade for the more than 800 brands we have serviced we've ignited a great reset pioneering sustainable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in brand building across more than 180 different industries join IDA in this era of possibility where leadership meets digital DNA and brands evolve with a conscience let's reset recharge and rebrand